你们干什么 我们世子爷点名要赏你们 跟我们走 你放手 我们只跳舞不接外客的 是啊 你们懂不懂我们李锦轩的规矩啊 规矩 我们世子爷说的话就是规矩 跟我们走 你放手 住手 干什么呢 放开红软两位姑娘 我们世子爷要见的人 你们也敢拦着 我看谁还敢多管闲事 陛下 楼下打起来了 你们谁这么大胆 敢在李锦轩闹事 多去看看 是 你们是谁 敢在李锦轩闹事 还有 今儿个我找的就是李锦轩了 听口音 二位不是本地人啊 那我就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京城的规矩 李锦轩有李锦轩的规矩 是 红二 蓝二二位姑娘 有她们的规矩 是 她们的规矩 便是不赔喝酒 既然是规矩 就不能破坏 呦 今天我们还就强求了 这二位姑娘是赔也得赔 不赔也得赔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废话少说 怕你不成 打不着 漂亮 君子 就这么打 人的 打他 打到一头 小心 君子 小心 漂亮 怎么样 那俩漂亮又能打的姑娘 我房里的 让我去 本世子人 住手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说都说了 还想怎么样啊 干嘛呀你 放开我 知道我是谁吗 小爷我是定国公 世子韩十一 实笑的话赶紧放开我 否则让你吃不了 逗着走 让开 让开 让一下 我们走 母殿下 让一下 菜 菜 母殿下 难道我 难道我 等一下 果然够怂啊 不过 还是挺有眼力见的 知道本世子不好惹 所以 主动认怂了 走 嗯 走一会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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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